台南善化的胡家社区里头 最近有民众发现 许多建筑物的外墙 都被画上了各种可爱的卡通图案 缤纷的色彩 让整个街道变成了童话王国 原来是三名姐妹 因为想要让单独住在这里的外婆 可以堵物私人 特别在墙上作画 结果却在网路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吸引不少民众慕名而来 墙面上布满了各须各样的彩色涂鸦 有大家最熟悉的龙猫 哆啦A梦 还有十二生肖 以及可爱的台湾黑熊 各种逗趣的图案 让淳浦的小镇 瞬间变成童话王国 非常的缤纷 然后非常的可爱 有人文丰富的气息 适合全加大小一起来 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在台南善化有三名姐妹 因为觉得已经高龄 86岁的外婆 一个人住在老错里头 有些孤单 所以想帮外婆居住的周遭环境 加点色彩 虽然三个人都没有绘画天分 不过还是向朋友借来投影机 直接把喜欢的图案 投射在墙壁上 接着再慢慢地描绘出美丽画作 可是我觉得 那种背后的意义是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毕竟 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在外地 我希望有个东西 是他随时可能看得到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们一直在他身边 原本宁静的乡下小镇 现在因为这些图画 声明大噪 吸引了大量的观光人潮 不过带来的垃圾以及噪音 却对当地住户造成困扰 三名姐妹也特别提醒民众 有机会来到这里 拜托记得放低银亮 记者王少宇台南报道